R R就是大R 就是Resource的登錄檔 就是大R 登錄檔裡面有個點 點什麼呢? 它的名稱叫ID 因為我剛好是按右鍵 給它一個ID 所以呢,請你給它ID 按Enter 再點 會不會有個T01呢? 我是不是給它一個Name 所以呢 按Enter 最後呢,請你給它一個分號結束 絕對不會打錯 絕對不會錯 好,再來底下也這樣 B01是等於什麼? Button 注意大小寫 List.Find Your ID 後面一樣 R 再一個大R 記得是大R 點ID Enter 點B01 Enter 然後分號結束 OK了,沒有問題了 再來的話呢 底下的部分呢 我們按了這個按鈕之後的話呢 必須 我剛才講過沒有辦法點兩下 自己幫你寫Listener 就是請聽事件請聽者必須要自己Create 那Create的流程也沒那麼困難 其實這地方的話你只要注意幾個重點 這邊 最後把它Set 這些怎麼寫出來的呢? 其實可以這樣子 Delete 點 Set 打一個Set SetOn 大寫的On 按ClickListener 這邊有個ClickListener 跳出來對不對? 請你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裡面還有什麼參數對不對? 其實有個方法 我剛才講過 游標放在上面 它會跳出什麼呢? 跳出一個說明 有沒有? 後面的話我就跟你講說 SetOn 什麼呢? View.On ClickListener 哪一個View啦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Button Button On 這個ClickListener 所以這裡的話 多一個關鍵是什麼呢? New一個 所以這邊一個New一個實體 然後呢 這邊打一個Button B-U-T-T-O-N 點 不過很抱歉 這個點不會出來 所以要個訣竅 請你怎麼樣呢? On ClickListener Copy應該會啦 那個有時候要把它記下來 這個有時候點不出來 就只好用複字貼上 好了 這樣的話呢 就增加一個Listener的這個實體 那我們要去執行它的話 記得公式小瓜糊 再後面的話呢 大瓜糊 小瓜糊、大瓜糊 然後後面的話呢 給它一個分號結束 大瓜糊掃一邊 OK 好 OK OK OK